那種打法 是的 好 我們一起來期待 今天第二場的BO3 BDBD的藍色方 應證RW BMG 加油 BMG 加油 BMG 加油 LG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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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還是一樣有LG6的粉絲 是 我老乾爹的粉絲也不要急 等老乾爹如果確定無緣季後賽的話 那後面的對手可能就要小心了 這也是一個一直在流傳的梗 確實老乾爹這個隊伍比較神奇 往往在 季賽的最後他們會很強 就沒有壓力的時候吧 就釋放出來了 來看一下兩邊的符文 下路的金角的神女 戴的是惠欣 如歇安的強攻 上路的趙雲 對抗的是一個遠程的結石 所以也捨棄了不滅之窩 是 傑斯的話 大家要消耐猛充 也是比較靈活嘛 不怕孟仁的一個框 上路這個對線前16級 孟仁還是要認慫的去打的 主要打野過來 我覺得這機會也不大 除非能先逼一波閃現 就說 不 約里克的一個缺點就是 打野過來 他配合的那個機會是很難抓的 太僵硬了嘛 不夠靈活 KR上校這邊 純正的是入開的 就這個差距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所以還是要看BDB BDBD要的就是前期 前六級不要出事 是 給我中野六級有大招以後 再來看怎麼抓 前面如果能逼掉一波瑞兹的进化 那可能六级就会直接来动化田了 奥拉夫抢核刀讯杰谢 怎么直接进野区 因为国豪选择的是上半部的一个全刷 所以下半部的野区感觉要全失守了 是的 奥拉夫这边的话主要是借助下半区有推线权 就一直在下半区进攻 这F6的话应该是拿得到的 而且在RW的红区的外侧是有一个 假眼会捕捉到摩腾如果要交换野区 你们来了没那么好抓吧 看一下后续的话余震打出来伤害没有那么够 但是把库尔也打得很难受 而且也是因为瑞兹被削弱过 他的符文禁锢的一个时长 所以库尔在冰川路径的最后的那个时间点 还是成功地进行了位移 要不然那个位置有可能要被逼闪现 而且如果一兔过不去 有可能是闪现完还被奥拉夫跟伞应杀的 是 这波打完其实虚珠也是 很明显的就是想打一套 这样的话让瑞兹这边发育很舒服 毕竟瑞兹少了一个TP嘛 短了一个TP 前期虚珠也是奥拉夫 积极地想要在 不管是第一波刷野反了一组F6 还是进行了第一波Gank 还是想把这个英雄 在前六级的做事能力做出来 上路的Ed的一个符文 这个在巫术系上面来说 应该是非常的标准的带法 选择了一个主宰来增加自己的回复能力 带了写之之位 上单对位的是点了一个幽灵曝罗 来增加自己防Gank的一个能力 是的 这盘虚竹的中上都没那么好刷呀 中路这边的话 离桑主很 先看一下这波 牛腿有没有机会 想象WQ起来 张无忌这边感觉不好走了呀 这波辅助的mini先手很漂亮 这波很果断 他顶的位置非常好 顶墙上了 是 而且顶到了摩托的面前 NOC是很轻松的 就甚至不用交闪线去套这个E技能 而无忌在那个位置来说 他自己应该也知道闪线也是被跟闪击杀 甚至闪线拉不到锁链 有可能是白招一个闪线 所以选择把自己的双招给留着了 但是我没有看太清楚 可能当时也在腹地下面 就根本没有挣扎的空间了 很漂亮的一波牛头先手 拿下了一血 观众们刚刚也是要抓紧时间 扫描我们的肯德基尔维马 获得满意正义的优惠券 上路赵云的对线处理的还是不错 没有被压刀 但他药也刻光了 是 这波兵线回推 上到六级 有了自己的老婆以后 有了侍女以后 就会舒服得非常的多 对 但是要看好自己的老婆 不能让老婆乱走 再前线就在后面 这说到我这个历史 就不如多多老师了 赵云的老婆是有名的人物吗 应该不是吧 应该印象中应该不是特别有名 因为三国里面有些老婆 是我们知道就是也有头衔的 徐竹又来了 进到红区打了一个占卜球果 也确定了对方的喉区 现在是没有任何的视野 现在下路这波应该会想动手 这前六级没有起到 阿拉夫没有起到压制的话 孟严就很舒服了 孟严到了六级之后 感觉三步都可以去抓一下 阿拉夫把握了这个六级前 这个回得去吗 回不去 齐亚这个位置 而且水龙喷的是很痛的 看不起我水龙 那个位置的话太靠近了 刚刚应该是有想打 但是后面沟通完以后 觉得自己不管是辅助的一个蓝号 还是对方其实已经上六级的这个资讯来说 冰女上六级 没啥把握嘛 没啥把握去动这条水龙 嗯 原本以为他们是要卡这个 最后的一个下路强势器 跟打野的强势器去哪一条小龙 因为确实像小杉所说的 其实整个六级前的局势 逼逼逼逼逼是很舒服的 对 中路这边上来打一套 可能只是消耗一下嘛 交了一个进化 可能要比闪了 哦 跑得很快 是 下位猛虫 下位猛虫也触发了额外的疑似 对 上路的Adder是选择了带一个萃取 嗯 来看一下他这局的杰斯选择 因为最近杰斯上单 有看过这种黑切的 打团形的或者是 出传统的巨子短臂 牛头这波二连 这个位置感觉虚竹跟华田是有点过深了 但伤害不太够 反而这边齐牙拿下了 迷你 自己能扛得住吗 但张无忌也是比蛇女先来支援的 反而一手辅置 减速到 国豪的血量很危机 又吃100安辅置 这个血量 无忌拿下人头 华田这波开了一个车过来 但是他一丝血 被金角一个双身毒牙直接拿下 这波的话 牛头虽然开得很漂亮 但是 酷了这么没有大招的 然后孟严这边好像也没六击吧 所以说他伤害不太够 是 刚刚因为抓了一波 华田是把华田的一个进化给逼了出来 是的 而且阿达瑞这边下落确实有主动权 他们先赶了过来 是 但瑞兹后面那个取进折越感觉有点没必要 嗯 他过来以后反而让自己这波原本应该是一波零换二 我们来看一下回放 知道牛头没闪 这一番没中 牛头直接反手二连 但没伤害了 或许 魔腾第一时间没有在输出的一个位置 嗯 其他这边的话 W闪也很果断 后面张无忌先赶了 先赶了过来 而且还用治疗抬了虚足一口 这一幅子很漂亮的解释 但华天这里感觉太想吃个人头了 还是怎么吃 因为他那个位置过来 蛇女靠的这个资讯 我觉得阿达瑞一定也是知道的 杰斯 这里是被单杀了吗 被单杀了 真的被单杀 但这好难受啊 因为你算助攻的话 瑞兹跟奥拉夫刚好两颗人头的助攻嘛 这怎么被单杀的 闪现其实是在的 这上路就感觉杰斯任何优势都没了 这个单杀来的还是比较早的 因为现在其实在赵云身上是只有一个不夹鞋 我们来看一下左下角有一个回放 这边 追着锤 一几人中了 小鬼 一直在留着闪现 锤走 这不叫闪吗 同志正面 这边开道路先秒掉了 随后这边杀很高 家寮也阵亡 这边赵云击下来之后很尴尬啊 这个TP感觉把自己上路建立的单杀优势给送了回去 这节奏好快啊 但是RW这边的话 最终是用三个人头的一个鲜血的一个条件换了一个水龙 我不赚 这 血亏 绝对不赚 绝对血亏 这个水龙感觉应该是RW先动手 然后被逼逼逼逼打了一波团 主要这波魔腾上6了有大招了 而且酷的大招也好了 八天这边没有双招的 看一下 吃了一炮之后应该也没机会反打 全心上台上来 爱德这边不讲道理啊 直接打你 打你半条血 嗯 爱德刚刚其实是 自己有点神闪现了 神闪了神闪 他快死的时候都没闪了 被赵云跟闪现的最后那一下强化Q拿下人头了 赵云 还是打得相当不错的对线啊 但我感觉其实 他不够赌 就 新人这有些时候必须说经验会累积 就是这一波回去 我相信RW的教练排排会跟他说 这波你就 排排以前也打上单的嘛 这波你就赌 这波你绝对不能交这个踢下来 你就打线就可以了 毕竟孟宏他的中后期还是要带线 因为他这波交踢完的结果是 他的老婆也没了 是啊 那这段时间他要等 至少要等一个 一级的约里克的一个大招 海宇道次还是比较久的 而且小心孟宴 他因为他没闪嘛 孟宴这边也可以抓他 孟宴应该已经大招好了 这波是看到奥拉夫走在针眼上 直接上去打 没闪了 黄尘PK 奥拉夫这边大招也CD的 回头想打的时候维持一碗 这波国豪的 他记忌年的冷却时间记得非常的准 很果断 因为你看到一个魔腾飞奥拉夫 他必定是知道 奥拉夫的诸神黄昏是在冷却时间 他主要伤害太高了呀 刚才他打的时候多了一个战士打野刀的 是 徐珠这边装备太差了 他主要是应该是记了闪现 奥拉夫的闪现 记了闪现 记了大招 对 我觉得两个都记了 大招的话其实还可以接受 华谭这边没有双招 闪现过来 三下恶联 这个Kuro这边还是手捏大招的 感觉走不掉了呀 冰霜之环 冰霜再大招 对 进化都可以省了 是的 金角也是赶到正面的战场 也是拿下了由Kuro 冰封凌目冻住的人的人头 而且这时候BDB上半部在 打野对位单杀的情况下 可以很轻松的拿下上半部的狭鬼先锋 这盘节奏好快啊 十分钟十个人头 而且你发现了BDBDB这一把的人头分布很舒服 就冰女拿 终极舒服 不要拿人头 对吧 蛇女跟这个模特拿人头 这把游戏是很容易引的 嗯 杰斯拿人头这把游戏还不一定那么容易 因为他打野里克是没优势的 对 招出来直接打一个肚层 是 卡在11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 这部RW也把下路的奇牙跟武器叫过来来协防 不能让对方轻松的拿下这座易截塔 但是拿了两层肚层还很舒服的 是 差一点点下个肚层了 同时下路也在磨呀 RW这边一直补现的情况下 这个感觉丢了好多的铺刀 这一局其实在RW的指挥上面来说 前15分钟最失误的指挥 应该就是那条水龙的一个的争夺了 对 因为前面BP做完就提到了嘛 不要记这边中野的节奏主动性特别强 但是RW当时瑞兹没有什么装备的前提下 去打水龙 是 感觉有点怎么说呢 想偷那条龙不要记发现 那条龙给如果RW的选择 就我们以马后炮来讨论他的选择来说 他把打野跟瑞兹的这条线的一个比重 放到了上半部 去帮助拿到对位单杀的赵云 让约里克去扩大对上路渡成的一个获取 以及尝试掌握下锅前锋 对 这条水龙的交换绝对是值得的 绝对是值得的 而且水龙这盘其实说实话 收益都不是很大 两边都打一波的呀 这个事情就是打一波 你真要说水龙只有在上单的这个线上面 会影响到就中期的一个转线的分担 让两边的上单 有一个人是比较拥有一个比较好的回复能力 带着老婆回家了 三项的话差一点 差个小一千吧 Ed这把应该还是选择了出一个穿透 哇 孟严这边的经济啊 中野的经济加起来领先两千多 然后AD这边对位一千四 是 打野位都已经快追平 优势方的西位的一个发育了 这个魔腾的空间是无限大 是的 他现在我感觉甚至都能单切瑞兹 把瑞兹的双招给逼出来 他可以单切任何人感觉 是 这个装备 蓝BUFF的一个入侵 又是牛头的一个先手 瞄准的一就是华田 华田隔墙缴了一个闪现 来拉断魔腾的一个一技能 这是在对方的野区啊 这个位置主要是阿拉夫也不在上半区 阿达瑞这边不能接 那下路这个塔肯定要让掉了 这段时间 阿拉夫他才想到要去上路帮帮反蹲 但这个组合先手我感觉要抓杰斯 杰斯有闪现也不容易杀 看一下瑞兹也开一个取经浙月 他就换资源 杰斯这边交了一个闪现 感觉走不掉了 回头想换伤害差一点吗 最后一个塔也是没有打到赵云 他没有第一时间拉开 感觉 这一场感觉是比较大意 因为其实自己队伍在下半部 已经拿到了很大很大的优势了 毕竟他怎么说呢 他也是在练一下自己的一个体系吧 不管是在LCK还是在 刚来我们LPL这边的话 他一直用了一个中招战士 而且这英雄确实他用的也少 用的很少 不管在LCK还是在LPL 用的应该都不多 对 同时呢 刚才也是BLK这边把中路一塔推掉 又把火龙拿了下来 这节奏真的很快 是 那RW失去了下半部 但是上路的一个优势是建立出来了 就看他在中期的时候 在这个经济差 稍大的一个情况下面 约里克的这条分带 能起到多少牵扯节奏的一个能力 但约里克他 哎 现在这个节奏主要是孟严太肥了 孟严这边都快两件套了 如果假的 感觉他带不了身 嗯 他能不能先帮RW 把下路的外塔给分带掉 这个点上面至少先补个经济 真的好难 因为现在还有五分钟大龙才生 这段时间他推这个下路塔 是有可能受到BDB的抓鞭的 或者这样就是 赵云这边去带 故意带身 然后同时RW这边去反分 并且加利奥这边可以支援 可以打一个反打 是 但问题点是中路外塔 很早地被峡谷先锋给撞掉的结果 会让他们很难地利用这个点 因为瑞兹现在也不在中路发育了 就是由有取经折越的这个点 来到了上路线的话 他对于约里克的一个支援 这边就是天高皇帝元 这我觉得是 RW比较 比较 起舞难下的一个点 瑞兹这边真的很怕孟严 不知道孟严在哪个情况下 只能在二塔这边待着 这两条边线现在都很怕 太怕孟严了 对于是有点余震的一个约里克 这里一眼也看到了 这一眼看到了 上路二塔这边可能会跃啊 我看一下 孟严这边在考虑 瑞兹这边也是意识到危险 退到了很 你看双人组的走向就知道 BDBD 他们还是我们说的那种 他选他的打法还是比较 比较稳定的 就不是做这种 进攻性质 比较强的这种OE 不喜欢承担风险 赵云这边没闪 直接闪现二连流到了应该是 一技能点火烫下去敲晕 蛇女扑一个腹地 人头爱在这边拿下了 是 这一盘迷你的声音好大呀 迷你这个牛头 而且很多波都是在 没有闪现的情况下 能直接走到脸上 然后打一个WQ 主要这波也是赵云没有闪现 对 他刚有闪现应该是 直接闪现躲牛头的W后的二连 迷你这个牛头啊 这盘发挥的很完美 他的每一次的二连进场 感觉都重创了W 那今天的前期 BDBD的第一局 打得其实很漂亮 而且火龙再一拿这个阵容 胜率就很高很高了 目前就已经 在我眼里已经非常高了 因为无忌这边真的怎么说呢 选了一个Lucian之后 感觉这个装备太差了 因为正常来说 两边的阵容放下来 打分带的应该是RW这一边 对 瑞兹和木和人嘛 对 这两个英雄 就应该是要打分带 但是现在一个 面对一个已经有了春歌的 摩腾 他们根本不太敢去带这条线 是 并且正面的话 路线这边装备也太差了 是 还要面对对方 高发育的一个蛇女 他提前去 第二剑就去上了一个小隐魔刀 嗯 嗯 他这样出场的话 如果孟严真的找的机会 非他 他也有点吃不消 是 他也有可能被单收 你看 摩腾现在十一级 领先他两级 嗯 下单火龙还有一分半 两边的闪现应该到时候都快好了 牛头可能能短一个闪现 我们考虑于烈士方的话 这一条火龙 RW我觉得应该要放 必然要放吧 放的时候 他们能交换的东西也不多 主要上塔是很早的 赵云就拿下来了 现在就是全面烈士 就看RW这边能不能找到B2G的失误了 又抓虾 虽然是一波二打二加上侍女 Ed这波直接被赵云的侍女给吸死了 但是有春哥的一个魔腾 也是直接砍下了约里克的人头 感觉我觉得 Ed是不是 看一下 被埋伏到之后伤害够不够呢 把春哥打出来嘛 散现 春哥还保着 迷你在后面已经在封位置了 徐竹的一个猪神黄昏结束 赶紧闪现躲过牛头的Q技能的一个 在距离内 两边上面都有TP 但瑞兹这边在上路带 那这个火龙估计是要让掉了 这个蛤蟆刚刚好像差一点 把 国豪的这个春哥给打出来了 想开 后面的话 加利亚杜朗洪能打出一个余阵 稍微得扛了一下 但后面RW这边没法去支援 只能卖掉了 蛇女跟上这一波感觉 奇亚是有一点点太贪这个蓝Buff了 因为下半步其实RW是打不起来的 瑞兹在非常远的一个位置 不得不说Ed的这个杰斯感觉 他自己是有点判断不了 这个英雄到底能扛多少伤害 就那一波下路他其实 玩肉玩多了 玩肉玩多了 多想上去扛伤害 就杰斯打了有点波比的味道 是的 上校发话了 在大龙生之前 上校就已经先 给出了他的判断 认为BidiBidi 在这场比赛有85%的几率可以率先干杯 优势太大了 华谭这边想对手 爱的这边有闪现的 这有点装了呀 这波又是直接被瑞兹露了一套 赵云跟上来 他身上有闪现 还在拉极限位置的闪现 但是有曲晶哲悦要抓 是送了约里克过去 自己留在这里 这波 金晓也志愿过来了 华谭反而很危险 换掉了杰斯 赵云的位置 这波大招还没好 还差一点点才能叫出海宇到此的侍女 但李桑说在带下的同时 比RW这边正面人多呀 看下张无忌这边断后 金晓这边无法去往后撤了 是的 张无忌拿下了800块的大赏金 来自于金晓的一个 四颗人头的一个蛇女 迷你这个位置是没有闪现的 下路这边的高地塔失守了呀 这波库若是下路直接带穿了 有机会把下路的高地塔给带掉 但是RW把心印痕 贾也回不去了 换经济再说 先把终于塔推了再说 峡谷先锋 勇者胜他们自己眼中 只有中路这一波 W是控制住了摩腾 但摩腾是被牛头给救了出来 迷你已经没有难耗 这波应该是要倒下了 马拉夫身边伤害很高 配合路线拿下人头 那这样这个 后面的话应该是逼不了大龙的 这一波打完 我们要稍微做一下总结 我觉得这一波RW其实是 可以接受的 是可以接受 这烈士换人头是 肯定是不错的嘛 可以断下标记的一个节奏 艾德这边的话 闪现感觉每次 你都有一点晚 刚才回头打了一个 打了一个枪外猛冲之后 直接交闪现可能会好一点 感觉他这一波也是因为 就是跟队友沟通是 知道蛇女跟牛头是已经靠过来了 金角这波其实是交了闪现吧 大招都打掉了 这一波实际上是一个三打五 标记这边只有三个人 是 魔屯虽然有大招 但是位置太远了 是的 过来的时间点 金角已经被收下来 只剩下他跟牛头 这一波无济哥哥就很舒服了呀 收了两个大人头之后 大引摸刀 直接拿下来 拿出来就感觉很舒服 这样就不怕标记的双C了 主要是因为我在总结完这个 会认为RW稍微赚一点的原因是因为 第一 累计下路这座两座塔的人是冰女 对 冰女这一场他的出装走向 已经不是一个大戏 他本身就是一个功能型的中单嘛 是 然后第二就说这个裸弱的水晶 但是如果下路一直是处于有大龙 两边上单在对位的时候 Ed现在在打这个约理科 还是没有优势 就这个高地塔的话 其实可以接受 就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 毕竟RW这边可以131去分带 是 到了拖到后面的话 其实他的一个冰线压力 没有那么的大 滴滴滴滴还是要围绕着 摩藤能支援的一个地图范围 去跟对方来进行拼搏 对 不过他们这个阵容的话 想逼大龙其实有点伤的 真面目没有坦克去扛 并且也没有AD的一个稳定输出 是 虽然他们有两条火龙 跟有蛇女的一个阵型 但是就是在打大龙过程的 这个吊血的问题是比较头疼的 是的 但接下来的话 迷你这边的牛头闪现又好了 感觉牛头这一盘闪现好了之后 总是能带出很不错的一个节奏了 是的 就看牛头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野区 压缩视野的时候的一个先手权 是的 也要看AW这边能不能防守得好一点 是 现在AD已经是认怂了 在这段时间他没闪现 很小心 就清兵都是隔墙去打一个远程的一个EQ 对 我瑞兹的伤害起来了 连到一个一技能弹射再打一套 逼出骷髅的一个一技能 也不敢深追 知道红区是对方BDBD的支援先手 这波是直接来抓 西亚这边没有闪现的 这边伤害够不够 加里奥杜朗护盾结束了 没有额外的免伤已经倒下 迷你这波坚定一直扛了非常的久 金角的大招 RW的三元回头没有被石化住 但是也成功地救出了 比较危险的牛头 这波奇亚已经倒下 有可能出现视野的断挡 断挡归断挡 但是大龙感觉也不太敢打 是的 因为现在就是没人扛的那个问题 对 没人扛 而且打得也并不快 这波费尽心思 并且牛头这边闪现也没了 击杀了一个干人头的一个加里奥 其实RW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是的 竞技是僵持在6千块的一个竞技差 这波其实我觉得是 这个机会是比较比较勉强的机会 是的 其实这个局面的话 RW如果能拖住 拖到瑞兹三件套和路线三件套之后的话 其实局面是可以打的 就能打了 比较机这边毕竟没有传统的ADC 而且他们确实打大龙 这个缺陷一直摆在这里 是 下一条还是火龙 这一条火龙好像又 左边的团战胜率还是比较高 对 装备现在的明着差距在这边 就已经三件套了 打大龙不行 打小龙肯定是 是 没问题的 这欺负小龙呢 都已经到了23分钟了 随便打 是 这条火龙让RW刷得很难受呀 看一下他们怎么做抉择吧 如果不放 其实这边胜率不正大 这边又看到了一个奇亚 奇亚这波先出一个W 感觉也是走不掉 虽然AD给了一口治疗 而且卢西安那边被摩腾给切了 这杀很高 这张无际感觉 活不下来 打一魔刀 无用武之地 这样的话 打死双刃组 直接Rash大龙了 这样可以 是的 在火龙升之前 RW因为必须要把中路的兵线 推到一个尺中的一个位置 给到了 牛头以及摩腾发挥的一个机会 这波无际可能 第一时间感觉有点犹豫了 其实他可以卖掉辅助 但稍微有点犹豫 想救辅助一命 他这样的话 只能拿一条火龙来稍微亡羊补牢一下 两边龙互换一下 这样BDBD就胜率又拉回来了 打破了僵局 是 接下来可以四一分推了 其实加里奥 我们先来看这波抓人的回放 是 这波加里奥 看齐奥这边用Q了没有 直接插了一个眼睛 我感觉这个眼可以隔墙差 隔墙差 对啊 就隔墙刚才那个对这里一个 这里是隔墙差比较好 是 因为加里奥辅助这个英雄 大家应该也感觉到 9.2 不管在LCK LPL出场率都很高 他主要是出场高归高 但他的缺陷也是有的 是对线不强 并且做事也如果被先手很脆的 他的韩服胜率其实只有46%多 就是他是一个路人局里面 非常差的一个选择 这代表什么就是他很需要配合 并且他也代表他自己的一个 他的机体能力其实是偏弱 这个英雄你看起来他很弱 但是他在辅助位其实他一点都不弱 他自己单独不好看 不像牛头这样的 他自己牛头可以自己去找先手 加里奥的话很多时候要配合 他做视野上面也很容易被抓 因为正义充学这个技能 虽然是一个位移 但是第一他不能过强 太磨叽了 第二他很容易被地方留下 对很磨叽他这个叫正义充学 他还要后跳一下 开始分推 相比于就九筒 九筒绝对是典型的这种灵活的胖子 但家里奥明显不是 对就很不灵活的胖子 这样的话 BDBD现在已经是抓到了一个 完全的 装备的一个强势器 金脚有帽子了 他现在大刀即使只打伤害 这个伤害量都让对方的双十不太能吃 来 酷尔这边又残了呀 但自己有一个 先吃个果子 也可以不回家 是 现在BDBD也是 这车敢上TP 上了 两个人过去 但是辅助直接被控 石化柱勉强地打出了一个超谱的效果 但自己后排的卢西安是被摩腾给单切掉了 张无忌被杀 虽然 Milios是送出了自己的一个春歌 但这波还是由BDBD获胜 赵云绕后了 但正面场 RW这边没有什么人可以配合赵云 华田踩到了腹地 赶紧往后拉 这一波还 刚刚一丝血的AD是利用一块表 规避掉了刚刚驱逐 想要尝试的一个逆流头指 这边想端一下后 但不要记这边 只会很果断 先把水晶给拔掉 是 先抱团拆你水晶 是 赵云在等自己的队友补状态 一直在迂回 牛头这边一个 塔克斯闪 是 下一下位置 利用自己的侍女上去 勾引一下对面 这手BDBD的指挥也很漂亮 上路有一个单带的杰斯 所有人不从中路线撤退 而选择往上半步 这波RW 来绕过 约里克的一个包后 是的 RW没有留住标记 那标记这边回家之后 后面的差距真的就非常到了 是的 这双C太肥了 现在Kuro马上回家也要逃帽子 是 而且前面提到 5G这边的话 这个装备虽然不怕双C 但孟也这么肥 单切他真的是不在画面 是 这波取经哲悦 送了浮野进去 想道理 感觉齐牙可以不进去 齐牙要不然是大招进场进去 给奥拉夫大招进场 落地以后再续这个W 他的大招感觉这一场比赛 用的特别特别的少 几乎没怎么见过 华田这波其实已经打得不错了 是的 抓到机会散现 但是最后 因为Ed身上有一块秒表 华田这波的话 打了很多的一个输出 是 因为这一波其实只靠防御塔跟他 无忌应该没有打出任何的 就没有打出太多的一个输出 就把输出贯在贴脸的一个模层上 确实 下条封龙的话一分多钟 是 RW这一把可惜就可惜在他没有等到 小产刚刚提到的瑞兹的三件套 以及 张无忌这边的第三件 已经被对方把这个经济差滚到一个 不可忽略的一个差距 闪现又开 但是赵云这边是有闪的 就要一个闪现往后撤一下 是 金脚刚刚要先点掉 约里克的一个W技能 所以这波牛头其实是 闪现没有开成功 瑞兹是取近折越到了正面 来掩护队友的撤退 要逼下路水晶了 下路没有高地塔的 不好去守 是 酷了都已经17级了 这比女前面一直在担待 等级现在非常非常地高 他吃了很多的资源 华田开大 开大招 赵云这边没有闪现 被牛头顶起来之后 感觉走不掉了 扩这边其他场技能之后 打出复活甲 复活甲原地 这时候 奇亚进场 一个W闪现 想控后排 但是他W去的不是很久 奇亚直接被杰斯一棒 锤子给锤走 另外一边mini 正面在流无忌 无忌剩下一丝血 反向走一下 标记这边的话 有没有想去追 还想追吗 怎么应该魔腾上去不回家 剩下就可以一波了 魔腾这边也知道 他的任务就是 你敢独回城 我Q你Q断就行了 对 不让张国区回家清兵嘛 那这样的话 可以逼一下 正面的一个门压塔 是 金角这边已经在点了 还在骚 还在拉扯 无忌这边用一技能走一下 但这个门压塔怎么办 在塔下 华田被牛头的恶脸打起 虽然开启了制天使 跟自己的精神 那只能拖一下时间啊 但对方的双膝伤害太高了 金角已经无人人挡的击杀 与此同时 BidiBidi也拿下了 今天的第一局 我们恭喜BidiBidi 恭喜BidiBidi 怎么说呢 这一盘的话 节奏那么快的情况下 也是因为 RW选了一个 比较被动的中野 但是他们总想主动的 去找机会 然后让 标记前中期的话 一直在打节奏 是 就这一场 其实 BidiBidi的一个阵容 选择上面来说 他们是 反而没有 特别的摆后期 他们的中期打架很强 我觉得也是 在教练组上面 有因应的 RW的一个性质 对 而且他梦魇 加利桑卓这个中野 六七之后的大招 威射力太强了 不过RW感觉 出生牛 牛肚不怕虎 他虽然利桑卓和 母眼的大招很强 但他们前期也不怕 是 我觉得他们有点 高估了奥拉夫的 前期战斗能力 对 或者说 怎么说呢 没有想到瑞兹这个点 因为瑞兹很需要发育 瑞兹没有发育起来的情况下 还想去控龙什么的 想的太多了 就如果那条龙团 是换一个辛德拉 那奥拉夫辛德拉 在那段时间 就有很强的一个战斗能力 你摩腾敢进来 只要我的队友 把W的技能打掉 我大招能量倾切下去 这个摩腾很可能 原地就直接暴毙了 确实 赵云这边上路 单杀了AD之后 可能觉得峡谷先锋 我想控 可能什么时候都控到 然后又想控水龙 想拳都要的情况下 反而没有那么 阵容的话 无法去支撑他们这个强度 是的 就变成这条水龙 亏出去的代价 对于RW来说 太为惨痛了 对 而你可以看到这一局其实 在下路的对线上面来说 我觉得也非常可惜 当然不得不说 Mini的一个方案会很亮眼 对 就是正常来说 我们从对线的线权 推进权 以及组合上面来看 你都会觉得 RW下路是有机会的 但是一血其实是由 左方在牛头配合自己 打野到位的时候 摩腾在四级的时候 拿到了一颗人头 一般觉得孟雅 六级之前 可能不会出现在线上 但是这盘的话 可能Mini叫了一声 我觉得下路有机会 那正好孟雅来了之后 打了一个完美的一个先手 就是摩腾这个英雄 其实前六级GANK 大概率是要有一个 纠级绕后 我还记得我看过 摩腾有一个GANK 我不要有没有印象 忘记是哪一对了 就是它是从龙坑散现过去 然后从那个三角草 从纠级绕后 去GANK对方的下路 就是红色方 就是要出现这种 才有可能 前级比较容易去拿人头 就一定要有一个那种 很精妙果断的一个沟通才行 是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两边的一个BPO 在禁用位上面 我觉得Bilibili这把的功课 也是没有 因为RW的战机 现在是一个不好的战机 而去就没有做太多的一个针对 其实针对性还是很高 把这个辛德拉一BAN 然后上单的克列一BAN 虽然这一局 其实我觉得RW发挥最好的 还是上单的赵云 但是他自己也 可能在团队上面来说 因为约里克这个英雄 真的要 他绝对要贯彻一件事情就是 我就是把我这条线给打通 就是那条水龙 就是那条 本来上路单杀了之后美滋滋 然后但是团队在打水龙的情况下 正面也没打过 就很僵硬了 就不踢过去的话可能也会很多 踢过去的话反正也就那样了 而且那个问题就是 他比我们想象的更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磨腾肥了 磨腾肥了也到了 我们看到当约里克来到下路 去推进对方下路一塔的时候 他被对方的磨腾疯狂地整对 是 所以这个局面上面来说 你可以说 华田的瑞兹是有到了 自己一定的一个强势 但是这把无忌的声音 就非常非常地小了 刚刚在伤害面板上面 我们也看到 这个卢西安其实是 前期为了要保命 下路的烈士变成 牵出一个隐磨刀 其实他只有一波 虽然中间有一个 金角的大人头的800块钱 给他补了一下经济 但这个东西还是缓不及及 所以他毕竟出的都是防御装备 出了一个水银鞋 然后出了一个大隐磨刀 没有什么特别伤害高的装备 是的 那这个时间点也是提醒各位观众 我们战马能量 出现能量地下 战马能量不掉线 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京东商城 来搜索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Gate LPO同款的能量神装 然后也期待两支队伍 补充能量 下一场比赛 再来一个激烈的碰撞 哔哔哔哔哔哔哔 我觉得现在 整体上面来说 这一局我感觉 MVP应该有可能要给到哭 但是服野的发挥也很亮眼 服野和中单都很亮眼 感觉这三个中挑一个了 我觉得牛头是最重要的 因为牛头的话 本来我是觉得下路二打二 是很难出现人头的 但是牛头一个精妙的闪现W 顶墙上拿下一选 那不很关键 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目前第一场打完了 本师的奉献榜 赵云是独领风少 拿到了第一名 在二三名 分别是金角 以及哔哔哔哔哔的打野选手 国豪 他想拼流星 但是这个单词上面的顺序是错了 他觉得他自己可能创造了一个单词 创造了一个单词 这名选手最近大家应该也是 认识的越来越多了 包含他也是曾经在 乒乓球上面 有非常强的一个造诣 打到了就是中国第八的一个成绩 这已经是 我觉得是神人等级的一个等级了 是 那第一局BDB拿下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The Man of the Match MPB给到谁 给到打野位置的一个摩藤 正常比赛只阵亡了一次 而在自己的摩藤肥了以后 也成功地在压制对方的一个边线的约理克 以及后期的团战上面针对了张无忌 把这个摩藤的一个入场的一个性质发挥到了极致 摩藤有一个最近的一个新闻不知道小彩有没有看到 什么叫团队游戏 就是你不看的话 队友也会说 队友也能拼点 队友也能拼点 对 就不用拼点 就是在麦里说一下 他拼我了 看不看其实不是很重要 好 那下一场的一个优先选边 阿大队是选择了一个红色方 所以两边的一个蓝红方并没有交换 而双方也现在也没有得到换人的一个资讯 我们稍视休息期待两支队伍的下一场交流